大家周日上午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7号 欢迎您来到觉醒精进2020线上课程的直播平台 在这个时间我们邀请到对话刘峰老师的嘉宾呢 依然是云南瑞奇德医院的院长徐梅 徐梅院长是主任医师 中国整体医疗模式的创始人和实践者 这种以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整体医疗模式 在临床上治愈了大量传统医疗无法救治的患者 在我们的生活中啊 有一种情况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也许你是通过经历过或者是听到过的 那就是当你自己你的亲人你的同事朋友等等吧 就是各种与你相知相识的人忽然生病了 而且呢被诊断出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的时候 你会怎样的面对怎样选择 说实话当我看到徐梅院长确定的今天对话的主题时 我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2018年呢 他被确诊为肝胺癌晚期 医生说他只有三个多月的存活时间 那自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他的整个家庭就处在一种近乎崩溃的状态 这种崩溃的状态呢 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 妻子呢整天以泪洗面 孩子因此失去了工作 抵押房产 变卖家资 战友们集资捐款等等吧 就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但是当他走的时候 这个家庭已再无幸福美满可言了 可见一个人生病了 绝不仅仅是这个生病的人自己在痛苦 自己在面对 他一定会影响你的亲人 影响你的家庭 今天徐梅院长与刘峰老师 要和大家分享的对话主题是 疾病的警告 第三讲 疾病对家庭的警告 有请徐梅院长上麦 刘峰老师 严冬老师 立伟 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我们又相继在这里 开始智慧医疗的第七次对话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在这趟生命里程当中 我们一路走过来 我们的成员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在不同的时间点进入到我们生命里程 当我们人齐了以后 大家就共同开启了一段生命的 不同的治理 当然生命的课程也因此开始 我们在行医的生涯当中 特别是在整体医疗的这个大的医疗范畴 对生命的探讨和观察 我们就有一个发现 我们疾病对我们人体的警告 它是有疾病大小的这个警告 包括了疾病的严重程度 疾病侵害家庭成年的人数 还有疾病发生的年龄 这些不同对我们的警告的方式和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疾病是我们身体内在与我们的对话 大病大警告 小病小警告 在这段生命的里程当中 我们有共同的课程 那么我们在检验我们课程完成的成绩的时候 其实疾病是衡量我们这趟里程课程的一把尺子 在整体医疗的这13年当中 我们对大量的病人 特别是愿意接受病因探索的病人 我们开始把一个家庭 所有亲密关系的成员的生命密码合在一起 我们可能是六个人八个人 那么我们有病人配偶 子女父母 双方的父母 当我们包括兄弟姐妹 我们把这些大量的这些生命密码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所有的成员都是被精心的安排在我们这趟生命里程中 经过近个八万多例的病人和家庭的生命密码的解析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发现 第一个就是每个家庭的成员 他的能量和能力是彼此匹配相当的 我们才会进到一个家庭团队里面 在这其中我们是各司其职的 彼此无法替代 第三个 我们在这个里程当中 整个家庭团队 我们是个共修的团队 我们彼此分工合作 其实各司其职 但是我们在这个里程当中 我们的任务难以程度是不同的 此趟里程任务大小也不同 最重要的在这趟里程当中 我们要达成我们最终极的我们的目标 我们可能要通过9981难 在这个生命当中 我们从生命密码当中 每个家庭都安排了 中间关于爱恨情仇 祸复誕喜 安排了悲欢离合的考题 其中疾病是当中的大考 在我们的医疗行为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在家庭的当中 疾病对我们的极高 有几个主要的方式 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得病的常常是一家之主 是大病的重要患病人群 这个一家之主的特点是 他常常是这个家庭的靠山 是主要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者 是这个家里边外险的能力是最强的 也是家里边最有主见的人 甚至在一个环境当中得高望重的人 是在家里边决定权坤的那样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 特别感谢我们两天前和患者家庭的沟通 因为今天要用这个增得他的同意来进行分享 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 我们就暂且称他为刘先生 这个病人是几多年前的一天 他们夫妇两个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在这之前的半年多 他们已经在几家医院被确诊为肝癌 而且呢发现已经有门静脉的癌栓 那么这个在临床上是比较晚期的肝癌 那么医生觉得这样的疾病呢 其实抑后是很差的 大部分存活的时间就是一年左右 甚至是半年 但是这个老先生呢 他不甘心 他接近七十岁 所以他在几家医院呢 接受了肝动脉拴塞 接受了七次的化疗 肿瘤依旧在发展 所以他来到了我这 他告诉我 他希望 他说我这个疾病 我准备了十二万 学院长 我不是怕死 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经历了各种的坎坷艰难 我们占这一代人 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变革 所以我能活到今天 我已无憾 但是我的责任未完 我要照顾我的老伴 我要帮助我的孩子们 我要带孙子 我要见证我的孙子们上大学 所以我还不能死去 虽然医生说就是一年的时间 但是我还决定再拼一次 所以这十五万块钱 是我治病的全部费用 如果治疗超过了十五万 那么您就放弃后面的治疗 其实这样的病人 我见的并不多 大部分人不会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限定 在治疗当中 所以我很耐心的倾听 他整个在其他医院 救治的经过 其实在医学的 行政医学的规范当中 应该说 他得到了合理和符合科学的治疗 然后他也去尝试了中医 他认为中医的治疗呢 改善了他的一般情况 特别是饮食情况 但是很遗憾的是 在一个多月前的肺肚 这个肝动脉栓塞当中 栓塞的点油呢 流到了肺部 造成了肺栓塞 所以让他的呼吸也变得困难 所以这次他认为 可能就是临死前的一搏 那我问了他们 他和妻子一个共同的问题 今天你们来到瑞奇德宴 寻找整体医疗 是你们家庭的共同决定吗 老先生告诉我 不是 是我的决定 妻子支持我的决定 那我说 在这个疾病当中 家庭的孩子们知道吗 不知道 整个治疗的将近七个月 经历了两家医院的治疗 从诊断到治疗 夫妇两个都瞒着三个孩子 独自有两位老人家来承担 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孩子 他们工作特别忙 现在的孩子们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 这是我的事情 是我个人的事情 以孩子们没关 我当时很惊讶 我跟他详细的讲了 我看了他带来的所有检查资料 我就跟他说 这个病如果现在要做的话 可能要做一个 其实他来就是要寻找其中 整体医疗的手术部分 那么手术部分呢 这个手术很大 要做一个肝中叶的切除 要起初已经转移的门静脉癌栓 而且现在有肺栓塞的情况下 肝功能已经是个C级的情况下 意味着有明确的手术风险和死亡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家庭生命事件 怎么能没有家庭成员的参与呢 其实那天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来讨论 关于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和价值 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 让孩子们知道和了解 因为他最后他同意孩子们 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成员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他不可以剥夺他们基本的责任和义务 也不能剥夺他们的知晓 后来在几天以后 我见到了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 我们的金智大夫 把病情和专家评估的情况 要做的手术跟他们家做了交通 其实孩子们特别震惊和委屈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 他们竟然完全游离在父亲 这么重大的一个疾病的治疗的事件之外 孩子们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面对这个现实 最终孩子们的决定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生命只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同舟共计 我们支持父亲一起来争取这个最后的机会 手术我们安排了中国肝脏外科 著名的教授 手术很艰难 手术顺利的切除了肿瘤 取出了门禁脉的癌酸 但是无论怎样 这个毕竟是一个肿瘤晚期的病人 所以专家手术后非常耐心的 跟家属们进行告知 手术很成功 我们只是能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 那么还有存留在组织内的肿瘤 它还会继续发展和扩散 它的一季的生存期 按照教科书 实际上就是2.7个月 所以希望他们家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 那么手术结束后 在这个当中接受了整体医疗 咳 就以我们的老先生为生命的主角 他的一言九鼎 决定了家中所有的大小事情 和加深所有成员的未来和现在 老先生特别自解我发现 成长受限 在病人的护理当中 虽然有专业人员的陪伴 但是亲情的陪伴 是我们治疗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孩子们跟他相处在一起 包括老伴 都不知道哪句话该跟他说 所以他们相处的最大的方式 基本都是彼此沉默 因为每个家庭成员 说一个话题的时候 老先生总有早已形成的 他的要求和建议 所以孩子们只能选择好听的 就这样 所以在治疗当中 大家的共同话题开始多了起来 孩子们不再是在他面前 要么就玩手机 要么就保持沉默 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 我们的 进成一个中心 那么在家庭里面 一个家庭的重要人物和中心 他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班长 是引领者 如果他在当中的成长速度快 他会直接引领一个家庭 成长的速度和广度 所以这种是第一个家庭成员 这个团队当中疾病 对我们的警告 有请刘峰老师 刘老师 您两条线都静音了 对 我知道 我想问一下那个 洗衣室 就是你这里边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 就是说结论吧 或者说这件事情 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疾病的警告当中 得大病的是这个家庭的主角 所以在这个类型的家庭团队当中 主角决定了家庭成长的高度 纬度和速度 所以他的直接影响就对本人 那就是说可以不会这么理解 就是说你们通过这个 恢复了这个老人 对这个家庭的整体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的生命会延续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 而且每个成员都成长了 因为你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最后说 就家人在陪伴他最后一段时间 在他的疾病过程之中 最后形成了一个状态 就是说 还是所有的事情由他来决定 然后大家相处的方式是沉默 是在刚刚 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就是在他们还做完手术的初期的陪伴当中 就真实的呈现他们家庭一直的状态 但是在治疗以后 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治疗以后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 现在比如说每一年他们会来到这里来复查 所以家庭的成员他老人家 他的决定已经越来越少了 他每一个事情他都会听孩子们听老伴的 你们的意见呢 他学会了倾听 学会了尊重 而且孩子们的成长远超出他的期待 他才明白了 原来 其实孩子们是清楚一览 胜一览 原来他对他们的认知是完全颠覆的 那他怎么从那个过去的状态转换过来 你们在这里面做的是一个哪部分的工作呢 你是通过你比如生命密码 家庭这个家庭成员这个关系的这个密码 然后你们从这里面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让他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而有了或者是哪方面有了转换 比如说他的他最担心的比如说是他的小儿子 原来以他的认知 他就觉得小儿子最小还是个孩子 他很脆弱 他的能力也很弱 身体也不太好 但是在生命密码当中 我们一个家庭的呈现 我们解读这个生命密码 他才发现 其实儿子的才华 就是上天给你的东西 其实和他是完全相当 而且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这个是生命密码给他的一个解释 第二个 在他的生命的命和运的解读当中 运的历程当中 儿子他是花开有季 到了他该薄发的时候 其实他的人生呈现 也会非常的和他期待的不一样 特别是他在处理很多 他认为人生棘手问题上 他觉得原来必须他亲自把关 亲自掌舵 当他把这个决定前交给了儿子的以外 以后他发现儿子的决定 和最后的结果和过程 是他不敢企及的 所以这个是生命密码 和他实际放下以后的成长 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也听过了一些历史 因为老人家特别爱历史 也特别喜欢对文学的一些理解 所以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 也有部分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参与 所以在他住院的整整21天 是非常防满的 他有从专业技术 能量 历史的纬度 和人文的纬度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物的剖析 和他们家庭的关联 在这个当中他发现 其实他的原来的认知 是非常有限 非常极限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我们的整合医疗 在病院当中 有一些应用心理学的一些训练 在这个当中 他一次次的看到自己 过去的极限性 所以在这个当中 积累了一定时候 他的突破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他跟我讲 说学院长 我快接近那个开悟的人 罗汉了 这是他的结论 对 所以 那如果说 从你这家庭生命密码的 整体分析来讲 是不是您 您认为这个案例 你们找到了他的病因 对 非常清楚 内在病因 其实真正的病因 他的内在 对 您说 其实大家非常清楚了 就是他在这个家里里边 他觉得 他是家里边的一个英雄 是家庭的那个灵魂 其实无意当中 把他自己放在了 那个神的位置上 所以他愿意走下神坛 他自己的话说 他走向了神坛 其实让每个人都成了有神的可能 嗯 嗯 OK 那我其实我通过问这个呢 就是在分析 在理解 您这个案例的 这个 关键点在哪 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一个 这个关于家庭 就是疾病警告 关于家庭这个逻辑 那么从您刚才 从一开始讲到的这些内容里边呢 其实有些话特别重要 比如像家庭生命运 这部分 所有成员都是被精心安排到一个家庭的 各种考题中 疾病是大考 我觉得这个 跟这个家庭的这个来对应的话呢 特别特别特别的那个适合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先生 他在家庭里面曾经扮演的角色 和到他这个年纪大了以后 啊 子女都成长以后 如果他继续执着在他原来的这个角色状态之中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像您说的 他成为他自己都说嘛 啊 他并发现全家人的依靠 抢了家庭成员成长的机会 啊 那这个时候就说 这个这个领悟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能量场的这个转换 啊 这一代人啊 他的使命 在对家庭的使命啊 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那新的一代人的成长啊 就给了他更多 就每个人的题目不一样嘛 但如果说这个一些题目还都有一个人啊 在做选择的话 那对整个家庭的成长实际是一个障碍了 啊 那这件事提示了这点 然后他们 我觉得这个 呃 徐医生你们用了一个 就说 啊 他有了病也没有跟子女来交流 所以呢 这个病靠他们两个只是夫妇两个人来应对的话 他整这个家庭的整体能量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的话 那他这个题是解不了的 啊 所以当把全家人都放到一起的时候 就给了他解题的机会了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啊 特别经啊 经典的案例啊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智慧里面 啊 特别是易经啊 后天八卦 他的那个父母啊 长男长女 长男长女 次男次女 少女少女 这个三个位置 这八个位置都特别清晰 然后他们各自的能量属性也特别清晰 然后这种能量的和谐呢 在一个家庭里面呢 就是一个整个家庭兴旺的一个基础 啊 那如果要是这个家庭里面出现各种问题 您刚才说了 其实 啊 他不光是只是疾病 但是这个疾病呢 是他一个大考 啊 所以呢 这个从这个阶段呢 让这个家庭的啊 整个啊 释放出那个家庭的自然态 啊 每一个子女的这个生命啊 都在这个家庭里面 得到这个充分的认同 和他们的这个成长都在 各自成为各自的这个 各自的主人 自己开始完成自己的生命题目 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话题 而且这个话题 能够让很多人啊 去理解啊 就是这个家庭对一个人修炼的这个重要性 其实呢 在那个东方智慧里面啊 也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在儒学智慧里面啊 专门讲到这个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啊 那习是修身呢 是破我相 齐家呢 是破人相 啊 那当 当自己的这个 个体这个相 特别强 强烈的时候呢 那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和其的能量关系 可能 他产生一种偏性 啊 当能破掉这个人相的这种差异 和这个 这种执着的时候呢 啊 那他才 走入一种圆满的状态 所以他不断的去破掉自己的 这个 这个一些认知啊 固化的认知 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啊 在这个修身之前 他要有 啊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啊 这个就是对整个能量的一种 整个时空啊 对一种觉醒和觉悟 啊 那实际上呢 生命的觉醒 它是有次第 有相对性的 但起码在这个案例里面啊 出现了这种啊 一个相对觉醒 从生命题目 自我啊 领悟以后 啊 内在产生了转化 啊 这就是刚才后来我问您的问题啊 后来他们这个家庭 啊 他后来的这几年啊 他能够真正的释怀 啊 给孩子们自己的这种空间的时候呢 啊 那起码进入了这个 啊 这个相对和气能量的状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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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医生 啊 啊 在1943年 就是马斯诺先生就提出了 这个我们生命的几个伪度 啊 或者叫做生命的阶段性需求 啊 就说了 我们有五个需求 但是我们把它合并一下呢 大的需求 其实就是三个维度 一个是生理需要 一个是安全需要 还有呢 就是我们价值实现 这三个大的维度 那么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当中就发现 其实疾病对我们的警告 其实是告知我们 我们目前我们的整个家庭的成长到了哪个维度 我们是还是停留在生理需要的维度 也就是对外的物质的需求 还是到了安全的维度 还是我们已经到了彼此成就价值实现的维度 那么这个维度不同 那么家庭里面产生的疾病状况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疾病警告的第一种情形 那么我这里面再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这个疾病 最多见的一个疾病 我们可能大家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不是学医的 我们好像意见疾病的频度 其实今天也越来越高 但是作为医疗的工作者来说 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货不担心 福不双向 在一个家庭的这个团队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部分关系密切的亲人 同时或者是先后患病 甚至患重病 或者又患病又遭受意外 在这样的情形 我在观察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当中 我们在结合生命密码 我们就发现这个里面的考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案例 我在和他们家人 就说我们在对话当中 可不可以使用的时候 我特别感谢这个病人 这个女儿就跟我说宣子 这个案例在我身边太多了 你可以去分享 那么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 我们就把这个家庭 我们就简单的叫做姓王的这个家庭 那么这个家庭是多年前 其实也不是多年 就是六年前 将近七年前的样子 他父亲突然大面积心梗 那次第一次是来到了我们医院 那么因为时间窗 它就是九十分钟 所以我们紧急实现了 这个多学科的治疗 然后穷男扩张 介入 然后给他放了心脏支架 当时放了一个心脏支架 当时我们就建议他进行一个 关于病因的多维度 多系统的整体医疗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的认知都有极限性 所以家属觉得 我临床已经治愈了 而且现在没有症状了 生命无恙 所以就选择了后面服药 进行三局一防就离开了 就在父亲得病后的第二年 那么这个家中的大姐 就大女儿的这个丈夫 就发现了 在这家医院发现了肝癌晚期 从诊断到去世 就整整就是三个多月的事件 这个事件对一个家庭关系 非常亲密的家庭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让这个家庭受到了一次中创 但是事情还不如此 在三年前 女儿 这个是二女儿 就发现了 在我们医院来例行体检的时候 发现了肺癌 那么当时 因为他们家的朋友也很多 家庭很多成员也是医生 所以当时 他就做了肺癌的切除手术 手术很成功 那手术后也接受了放了化疗 我就一直在邀请他 接受整体医疗 但他说学院长 有现代科学的帮助 我最起码肺癌切除了 接得起 这个一年不到 就九个月的时间 他女儿 他的母亲一怯着 就发现了是个子宫内膜癌的 肝转移肺症癌 那么坚持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也去世 那么这次是因为弟弟 急性肠根组 中毒性休克 到了我们医院来抢救 这次抢救成功以后 他们对整体医疗多了一些了解 所以这次 他们前家的所有成员 就在我们医院做了个体检 体检当中就发现 没有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是乐观的 父亲虽然心梗的 目前没有大的发作 但是小的这些症状 比如说胸闷 呼吸困难 他走一百米都觉得 呼吸要吃力 那么女儿肺癌以后 这次复查 也发现多项的肿瘤标注的增高 其实很多医院也跟他讲 他已经到了可能复发的边缘 那么家庭的其他成员 也有各种 就是异常的指标的产生 但是这次 用弟弟话说 我们把他们前家的生命密码 进行了解读 为什么会发生 家庭的功课 上天为他们这个家庭 设计了哪些意外 设计了哪些病 在什么时候发生 他们有个共识 如果我们不来面对家庭的共同成长 我们还只是在树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那么后面的后面的这些事件 还会依次发生 在这个当中 他们有很大的成长 那这个成长 其实才短短的三个月 那么家庭的所有成员的指标 几乎都趋于增长 整个家庭在这个地方的发展 成长是巨大的 而且他们最终的 在生命密码当中 就发现了他们的生命功课 是什么 其实这个家庭很有意思 每个人 他们的才能都很出色 在他们各自所经营的那个领域里面 应该说 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按照世俗的标准 都是蛮出色 蛮成功的 在生命当中 每一个都是大将 但是 每一个大将 都以他自己的 我以为 特立独行的前进 而整个家庭 无形的成长 生命的成长 这部分在几十年内 都被忽略了 他们抓得住 有形的眼前的 事 名 和成长 但是忽略了生命当中 关于 会的这部分成长 接纳 宽容 倾听 爱 包括慈悲 他们彼此都很善良 但是 他们的生命当中 缺乏这样的彼此沟通和尊重 所以 只在有形的眼前事 和得事当中 臣服 他们意识到 浪费了太多的生命 在这个家庭的组合和团队里面 他们一旦觉醒 能量是巨大的 在我 昨天跟他们家庭成员 做沟通的时候 特别迷二 托学院长 我真的是 奉还涅槃 我们家庭奉还涅槃 我们成了一个新人 我们有第二次生命 如果我们的肉体生命 是第一次的话 这个疾病的警告 让我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成长 这个案例 我也请刘峰上来 刘峰老师 谢谢徐明医生 这个案例挺有特点 就是说 它是反处的几个事情发生的 就是从男主人 包括大女婿 后来二女儿 其实 后来还有人去世 就是经过这么几个家庭 在疾病上 受到的一个打击 其实从第一次 就在劝 就在希望他们能够用 整体学来做一个整体的家庭 家庭整个能量系统的分析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就一般人一下接受这件事情 他有一定的这个 惯有的固有的 这些固化的一套选择 第一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 已经完全在这个时空里面 一种常态的一个 关于这个疾病的一种判断 但是呢 这个因为 瑞吉特医院这么多年 在这方面致力的研究 实际上越来越完整的 能够把它用于 疾病的病因 但实际上呢 在行为医生这边呢 他不是停留在一个 疾病的病因这个层面 他是从这个家庭 全家生命密码 看到一个家庭成长的题目 而且这个家庭成长 一定跟个人成长是关联的 所以呢 这个通过这个案例 最后一个 就是他这个弟弟的病危以后 开始接受这个 全家的这个整体医疗的 这个诊断 和通过生命密码的分析 这要他们发现 各自生命的功课 同时呢 这个真正了解到 这个生命 每一个人家庭成员 每一个人的疾病 其实对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但是呢 我们人往往呢 对于一些提示呢 按照我们已经建过的 三维逻辑的时候呢 我说很难啊 真正从更深层的去思考 但是这个结果 他们说出的一句话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整个家庭的凤凰涅槃 其实这是觉醒 这是生命内在的一次觉醒 其实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生命的意义 是每一个灵魂的提升 其实组成一个家庭 它的这个 起来共同的提升的 这就是我们说 在这个生命的意义里边 纵向提升是本质 而横向的和谐 是为动向提升 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 那在现实之中 一个家庭是这样 其实一个企业 一个组织也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能真正知道 我们周围的一切的源 都是来化源的 都是来转化源的 转化什么源呢 转化我们真正觉醒的源 转化成大家共同提升的 获得智慧这个源 那这样才能真正找到 生命的意义 在家庭里边的呈现的 而且能够使家庭 真正自然转化成 生命提升的道场 这个就是真正把 我们现实中的 所有的这些技术 法术器 料用 它不仅仅停留在 一个对质疾病上 它是以唤醒智慧 作为它的终极意义的 而疾病变成了 我们共同面对的考题 所以在这个时空里边 每个人其实对考题的 这个接触 并不是走到疾病 或者病入包装这个时候 才接触到的 其实呢 在我们从小就开始 接触这样的这个考题 特别在生死这个考题面前 我们的这个祖辈的生死 给我们对死亡 生死 一次提示 能从来你们得到什么样的提示呢 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正向的提示 或者一个觉醒的提示的话 那就让我们面对父母这一辈人的 兄弟姐妹这一辈的 最后呢 疾病会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让自己去面对生死的选择 所以这个选择实际是给我们 一个机遇 这叫烦恼及菩提 所以呢 刚才一开始 这个 徐院长说 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所谓的祸 实际就是我们的生命考题 当你不去解它的时候 这个祸会重复的出现 而且第二次出现 它会有更大的荡量 因为就是这个提 你用原来的这个荡量 你已经躲过它了 所以你可能还能躲过它 忽视掉它 只有比上一次的能量 荡量更强的 这个所谓的提示 才能让你关注 但你如果一次一次的忽视的话 那这个祸的荡量 就会越来越强 当有祸的时候 就说明你的内在 在不断的给自己提示 你要从这里面去领悟觉醒 超越自己的什么样的障碍 做什么样的功课 那么福无双至呢 其实福也是功课 福也是给你选择 你有这个福的时候 你是选择把这个福 作为对你自己内在 本字剧组的验证 竟然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提升你的更高的境界 还是把这个福转化成宝 转化成在现实的 这种享受也好 满足之的欲望也好 所以你不管是怎么选 它都不会重复 你选择的前者 那你的福会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呈现 如果你的选择是后者 那这时候你的福就被消耗在现实的 这个物质的欲望里面了 所以这叫福报和功德 两种选择 所以你不管怎么选这个福 它都不会再次出现同样的这种所谓的福 所以在这个课题里面 就这个案例里面 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 在这个面对疾病的时候 从他们真正开始选择每个人的功课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家庭集体的决心 所以他们说家庭疯狂灭 谢谢徐医生 谢谢刘峰老师 就刚刚刘峰老师讲的这段话 我是几乎每天都在见证 刚刚刘峰老师讲了 当你在一个课题没完成的时候 这个课题就会反复重复的出现 而且一次的能量比一次大 一次的伤害程度比一次大 比如说在前面这个案例当中 母亲的气势对他们家的打击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母亲 这个儿子跟我讲了 如果是家中有慈母 真的儿女就是想归家 他说妈妈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他觉得当妈妈去世的那天 他觉得真的世界就黑了 整个家庭就散了 未来就没了 所以妈妈的去世是对他们打击最大的 为什么在前几次打击当中 他们还能扛得过来 他们跟我说就是因为妈妈在 所以直到家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角色的离去 他们才开始在疾病当中这个警告的收到 他们觉得这个功格得必须去面对 所以我也特别在这个治疗当中 为什么我对自己有一个期待 就是整合医疗 整体医疗 如果它的包容性足够 它的纬度足够的话 它真的可以让每一个生病的人和家庭 在这个地方找到关于我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去完成生命自己的人生功课 而不是随着生命随波驻流 刚刚刘峰老师讲到了我们生命的几个维度 在刚才这个案例当中 你看它的每个家庭成员 它的能量 在当中都不可小视 但是我们常常上天给了我们那个生命密码 我们就会有几样做事的呈现 大部分人为了生命能活下去做 就是我们说的生理需要 但是一旦满足了这个需要以外 绝大部分人在疾病当中我们看到 都是我喜欢我做 我只喜欢做我愿意 我做的舒服任性的事 而常常这样的我以为 可能就阻隔了他的生命成长 但是可能在做事的维度上 因为他的掌控 事他可能能做成 按照我们世间 就是刘峰老师的三维度的事 他可能能做成 但是他的身为就被极悬 但是如果在这个当中受到警告 他打开这些对生命的约束 和我以为的控制 生命成长就变成了可能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分享的第三种状况 就在疾病对家庭警告当中 最严重的一种警告 是我们家庭里面最年轻的人 他的发病越早 对家庭的这个课题难度就越大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 这个分享的案例当中 这个家庭 我们就以三口之家来说了 那么在12年前 父亲就发现了有高血压 但是那个时候 父亲其实还很年轻 就30多岁 而且他的高血压 很快就出现了高血压的 肾损伤 高血压的心脏病 所以一直在治疗 那么在这个儿子发病的 前一段时间呢 就一年前呢 母亲就发现了乳腺癌 但是好在呢 还比较早期做了手术 又接着做了放化疗 那么他一直都还在 中医的条理当中 但是这个时候 家庭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父母的婚姻状态 其实也到了一个 瀕临 就是解散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孩子就出现了 频繁的就是腰痛 然后一检查 就发现了尿里面有蛋白 有红细胞 那么经过多家医院呢 就诊断了是一个生病 然后医生也告诉他们 生病是医学上 一个男子性的疾病 那大部分跟感染和免疫系统 有关系 那么就开始 用了尝试了各种治疗 但是始终都有两个家的蛋白 是因为这样来到瑞奇的医院 那么在这个疾病的当中 从行政医学上 病因也是 病因不清晰 但是诊断是明确的 除了急速 我们更多的 他们也借助了中药的 我们的一些方法 那么中药当中呢 确实对他的蛋白尿的控制 起到了一定作用 特别是血尿的控制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那么我们回到了 关于病因治疗的这一部分 其实在这个当中 孩子是个 在疾病当中 他的总结和成长速度是最快的 在我们分析生命密码的时候 孩子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大家都很震撼 孩子说 其实我得病 是来拯救这个家庭 来拯救母亲 来拯救父亲的 因为在生命密码的解读当中 孩子是这个家庭 他们把自己所不能完成的 事业责任和期望 都寄托在这个孩子 因为孩子的疾病 父母停止了争执 停止了彼此的消耗 然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所以在这个当中 因为疾病的发生 后来孩子有一个总结 也是我们在疾病当中 福尔泰先生曾经说过 其实 常常使人疲惫的 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子里的伊丽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被生活击垮的人 并非是多大的难题 而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小事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常常会无休止的消耗人的精力 让人愤怒 委屈自责和绝望 绝望是我们家庭功课里边 最难的难题 也是诱发疾病的 一个根本的因素之一 所以在这个 我们看到亲密关系的争执 好像不过是原因性格不活 或者彼此不爱了 但是其实疾病揭示的是 我们的生命功课 到了要突破 要直面 要深为的时刻 我把麦交给刘凤老师 谢谢学院长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新的一个 关于这个警告 就讲到家庭中最年轻的人 实际呢 他对家庭中的 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作用 那这个案例说的很清晰了 就是即使这个男主人 他得过病 母亲也得过病 但是呢 到了 这个出现了家庭的危机 那这是儿子 他得病了 这说呢 虽然用了一些中医来控制 他在生命密码的时候 儿子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 他在整救父母的 实际这句话 把这个 这个主题点到了 也就是对我们来说 作为出现了所有的东西 实际都是让我们自己决心的 作为这个整个人 混合的看待的家庭来讲 这个父母在这个 跟自己的疾病进行这个 斗争 对于把希望 寄负在孩子身上的这些方向上呢 出现了一些 就是我们讲 就他不知道这个孩子 他是要在现实中成功 还是他自己的 生命内在的成长 还是父母内在 家庭更同的内在成长重要 所以这个激进 让大家在自己原来的轨道上 慢下来 当你从你自己原来的轨道上 慢下来的时候呢 才有一个思考空间 就像我们这次疫情 当然我们都慢下来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从这里面接行 而且看到 让我们真正看到 当我们在拼命的 创造现实的这种繁荣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 带来这种恶性循环 好像大家都一点办法都没有 反思要去做一个环保也好 但好像效果总是反面点 最后呢 这个疫情一切 让我们大家一慢下来 就发现环境在迅速的改变 就是当时就能显现出 这个很好的 这个外国的自然环境了 这就是说 灾难和疾病 可以让我们 放慢我们 在这个 急速下坡的 这条路上的脚步 这样让我们停起来 去审视一下 我们是不是方向错了 这样当你能够开始思考的时候 都会有机会 在这里面最后 这个医生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绝望是最大的生命障碍 这是为什么 在这个 霍金斯 大家熟悉的一个 就是能量级别的 这个表格里面 它是通过能量振动的频率 来表达 一个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质量 和外在的显化的 那么在200 作为一个中性的 这个 分血领 200以上 它进入良性的生命状态 200以下 进入一个恶性和循环的生命状态 那到了最低的地方 是20 它是击溃 再往上一点就是击 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生命的本质 是本质具足的 生命使用给我们 充分的机会 去验证本质具足 但当你 把这个最重要的生命能量 全部封闭的时候 那你回归 生命的更高的境界的 这个力量 就丧失了 所以当你绝望的时候 你就 就很难 再回归的这个能量了 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 这个宗教修炼系统里 把这个自杀说成是重罪 因为很多人的自杀 他在一种极度的绝望 甚至在心窥的状态下 去做出来的 这个时候他否定的是什么 是否定他自己的 全然的在否定自己的那件生命 那这个时候 所谓另一本质具足的时候 你就自信 就彻底的明灭了 当你灭了这个以后 你很难 很难 很难发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在有些系统里面 直接说 坐下会被一间避遇 啊 就出不来 在这个美国有个电影 一个电影 叫盗梦空间 啊 男主人和太太啊 是自杀的 然后他们俩有一个心灵的对话 啊 这个他太太就跟他说 他说我现在在你这种空间 是出不来的地方 啊 其实他里面隐喻的就是这个道理 啊 当一人选择极度的绝望的时候 他对生命的真正的觉醒 对大家 啊 就刚才这个许愿讲 把这个点到了 所以 每一个生命 啊 在任何条件下 都应该充满了 回复圆软的这种信心 啊 这种信心的消磨 消磨 实际是人生最大的损失 啊 也就是自由度在不断的压缩 啊 生存空间 在自己内在在压缩 从人家赖过的生存空间 啊 就 呈现出一种啊 消极的 啊 恋性循环的状态 啊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唤醒的生命 整个过程之中 啊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光刻 但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去啊 扣除我们的能量 只是用一个 我们的能量去转化一种啊 能量作用问题 而没有从同源里去觉醒 去编续自己的这一面 去完成自己的功课的时候 那这个你的能量 最后透支的结果 就是能量 比你来的时候 能量还低 一个没有真正 觉醒的生命 啊 他来到这个时刻 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是陪那的 啊 你在任何时候 你开始觉醒的那一刻 你就开始往回走 啊 你起码要回到 你来的时候的状态 啊 要不然这辈子坚持吃亏了 啊 当你来到来的时候 那一刻 他拿到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赔不赚 你白白一场 但好在你没有啊 下掉啊 啊 如果你要真的了解 生命的意义是在于 造的时候比来的时候 你的内在灵魂的 预想的高度 比来的时候高了 这才是感觉 不获得这种信心 啊 就是所谓的 你的愿力决定了 你能回味要多高 啊 所以往往你在 当你来的时候 那个状态之前 都是在复习经课 啊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 你在精神典实浪费的 你要把它比回来 然后你要从 啊 来的时候 进去继续提升 这才精神典实 有益的部分 啊 所以呢 这个 刚才这些话题啊 实际都是让 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庭 在这个疾病面前 读懂自己的用题 啊 所以这个生命密码 啊 从某种意义上 表象上 大家看到是 啊 找到病医 但实际呢 啊 从某基础的角度来讲 还是找到生命功课 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 其实为记得 啊 徐医生 已经把最本质的 面对 疾病的这种心态 可惜疾病 对我们的这个意义 啊 说得非常精准 而且呢 可以在现实中 有这么一套办法 去践行 帮助我们去发现 谢谢 刘峰老师 刘峰老师 就在您的这种 呃 维度上啊 呃 您觉得 觉醒生命 在日常当中 它会是个什么样的呈现呢 其实这个问题 一直都在困扰我们 我想给您请教 呃 他所求 他所呈现的状态啊 实际上就是一种 实际在一种啊 清明 入载的状态中 他能够随时啊 去 绝查 自己的生命功课 啊 他不会随时 不会把任何一个事情的 这个原因 归介为外在 啊 他会问自己 这件事在告诉我什么 他会从这件事的内在 找到自己的认知的障碍 然后在内在去颠覆 啊 然后他颠覆了认知的时候呢 他靠他的内在的转换 就能够创造现实事物的 这种转换 当然他也通过内在 获得内在智慧的引领 啊 他会啊 产生解决现实问题的 这种妙 妙用啊 或者叫做 妙法 呃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因为啊 能够放掉 自己的认知执着 而在更大的空间里边 获得智慧的启迪 啊 同时呢 他对于这个 很多事情的直觉力 啊 会非常的强 啊 但是呢 他又不执着在一个 现实的任何一种结果上 啊 他会看到每一个结果 啊 都是在两方面起着作用 一个在验证本子具足 一个在发现自己的 认知障碍 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啊 一个觉醒生命 是吧 他对整个生命的这个方向 生命的意义 他确认了意义 啊 所以他能保持 他每一个当下不恰恋 他想看 所有的问题上 都会看到这个 这个问题 考自己的是什么 可他不轻易用是非 来判断事物 啊 但是他的游戏规则里面 又知道 啊 遵守规则的利益 啊 那他又不会成为 规则的奴隶 啊 所以就说 他有很多种的 这个现实面相 啊 另外在于呢 就是他的贫宽 很宽 他能跟各种的生命 啊 同贫 因为他知道 所有生命存在 是自己投影的下 啊 所以他在跟所有的事物 在连接的时候 他直接读到的是 自己的功课 而且他没有挂碍 啊 如果对整个周围事物 一定要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挂碍 但是在一个游戏里面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他要知道 他的规格 啊 他知道 就遵守这个规格 是最大的 节省自己的量量 啊 最大的让自己 在这个游戏里面 获得内在成长 也内在成长重要 啊 所以呢 就是他可以 一对一的 进入一个规则 啊 遵守这个规则 啊 用好这个规则 那同时呢 他又会 自立的迁移到 不同的系统里面 啊 他完成不同的功课 上他扮演的角色 不一样 他在家里面 啊 他如果是家长 他是个好家长 啊 他在单位里面 如果他是领导 他就是个好领导 啊 所以他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 他是用自主的 啊 那如果并领在的时候 他在家里面 像领导 啊 到了单位里面呢 像家长 啊 这个就 就搞错了 啊 所以这种如去如来的 在所有的这个 时空角色里面 他能够自主的 自主的选择 当下的 啊 另外还有一个 真正他觉醒以后 他会去发现自己 生命的短板 就智慧的短板在那 啊 他会特意有意识的 啊 去提示自己 啊 去完成自己的 这个短板这样的功课 啊 保持他的能量的 是一种平衡的提升 啊 因为这个阳长臂短 只是在帮助我们 来发现 啊 来建构 我们本次剧足的信心 啊 但是一旦里有了信心以后 专注自己 专注点 一定是回到短板上去 啊 这样啊 他能够均衡的 啊圆满的成长 啊 所以这个 就是因为 觉醒的生命 他对于这个 所有的聚会 他都是开放的 啊 他开放了以后呢 他会让自己啊 从所有的人类 聚会里面 激取啊 助援 激取给自己 这个成长的这种 这个 这个能量的 有支持 啊 所以呢 但是呢 他也不会迷信 在任何一个中间层次上 啊 他们对本次剧足越来越坚信 而且把生命整个过程啊 作为验证本次剧足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又把这个大院啊 在本次剧足基础上 把最高的这个境界作为生命的目标的时候呢 他在现实每个当下遇到的所有的挑战 他都能保持持续的啊 内在提升作为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他的选择永远是有积极的状态 谢谢刘峰老师 那我就能理解您这句话 呃 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 其实大家说的最多的句话 就是意见就是选择 如果在我们意见任何的人和事的时候 我们都把这种意见的当下 变成生命成长自我的功课 包括在诊疗活动当中 疾病当中 都把这个功课 不是认为是灾难 而是课程 当下 我们都是去反思自己 那么无惧无畏 自然就可能发生 所以 呃 我们这个修行功课 是每个当下的意见 其实也就是一个开悟的开始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刘峰老师 是的 呃 因为真正我们能够连接我们内外高位的只有当下 呃 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呃 其实都是三维的像 呃 这种三维的像 让我们执着在三维的身份状态 呃 但真正要连接的是当下 才有可能连接高位 呃 在活在这个当下的这种状态很重要 那就是当下随时去觉察 我这个当下的 意识的状态是什么样 我的能量的趋向是往哪个方向走 呃 那么高位的 走向高位的能量状态 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喜悦的 是自在的 呃 是充满了喜悦 而且呢 充满创造力的 而且呢 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呃 它并不是一个偏激的啊 其实有些人的那种喜悦啊 它 它是一种很偏静的喜悦啊 是由外在造成的话呢 那这还不是 它是由内而生的 呃 如果当下的状态是一种啊 悲哀的啊 恐惧的 纠结的啊 称分的啊 懈怠的啊 这些能量都会让我们未来的下一秒啊 发展的能量状态更旺更低的维度 更更限制性的啊 自由度受限的状态啊 发展 所以每个时候我们能够善互面 关照每个人自己的当下 随时能够看到啊 和调整啊 迅速的把自己一个负面的能量状态 转换一个正向能量的状态 那这就需要随时的觉察 当然这个过程呢 也需要很多所谓的法宝啊 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啊 有很多种方法让我们自己当下 重新一个状态中啊 顺便能量状态中挑出来 啊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呢 用到了一些 一些方法啊 那在不同的系统里面 都给了不同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有前有深啊 深的呢 就是在同音员里觉察 显然呢 是在向上觉察 那么在向上觉察的东西呢 他可能不精进 他能缓解一时 但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那个同音员里面没有解 所以你还会呈现 到同音员里对认知的编辑 可以从根本上啊 解决 这就是所谓的消业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的对 所有的意见 其实都是功课 谢谢刘宏老师 今天呢 就是我们在谈疾病对家庭的警告 其实最大的功课 人生功课 其实是夫妻双休 所以刚才我看到 我们的讨论群里面 有位老师提出来 在婚姻家庭中 为什么多数男人的表现 是冷漠的 他认为冷漠和无视 是造成疾病 祸患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个话题呢 也是刚好引出 我们今天的第四个案例 就是在夫妻双休里面 其实有三个维度 看来刘宏老师同意 就是我在疾病的观察当中 人生最难的功课 实际上是夫妻双休 很多的夫妻 他们在工作 在夫妻以外的生活状态 都是非常成功的员工 领导 可能是合格的父亲 兄弟姐妹 但是到了夫妻的 这个双休的当中 常常我们交出的答案 是令人 就是 是失望的 而且在这个里面 是生命当中的一种常态 那么我在观察了 大量的案例就发现 夫妻这个当中有三种维度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我们的夫妻状况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个维度 我们的婚姻 是基于需要 是基于吃喝拉撒睡 是生理需要 包括性的需要 我们结成夫妻 那么是 这个是最多见的 特别在很多年困难的时期 等等 这种夫妻是最常见的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需求 就变成普通的需求了 就是 随着在 在这个生命的 这个文明的成长 我们第二个维度 就变成常态 就是关于 我们的 就是安全需求 所以每个人 不说每个人吧 就大多数人说 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有个家 是我们可以疗伤的地方 是可以躲避 外部侵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安全需要 就变成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是就于生命成长来说 夫妻双修 才是关键 所以灵魂伴侣 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灵魂伴侣的标志 在我对生命的观察当中 就是彼此欣赏 彼此承受 这种的灵魂伴侣 是我们人生 爱情的至高境界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大多数 夫妻都期待的过程 但是 很多病人跟我说 薛院长 你提的这个高度 真是高伤养子 其实我们根本 无法契及 所以刚才 这位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 在我的观察当中发现 我们最爱的人 常常是我们 关系最密切的人 但是关系最密切的人 常常是我们最大的功课 在生命密码的解读里面 可以清晰的看到 没有一对夫妇 是萍水相逢 偶然一见 我们常常 我们会惊讶的读到一些 生命密码 常常那个生命密码 是妻子的密码 是丈夫的方版和克隆 丈夫的密码 是妻子密码的翻版和克隆 几乎他们的密码 表现形式不同 几乎里边的能量流转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服气 非常多件 但是 他们的外部呈现是不同的 比如说 这个丈夫 她的主要呈现 是以水的方式呈现 妻子的方式呈现 是以火的方式呈现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是不是水火不相容 不是 是他们爱的表现形式 一个是用水的方式 一个是用火的方式 热情是火 一个是用 散散入水的方式 但是我们常常有一种奢望 我爱他 我是水 我想把对方改造成水的模样 而那个火呢 我爱他 我要把他改造成火的模样 生命当中最大的难 就是想改造对方 我们在改造对方的时候 常常就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功课 是因为爱 就像刘峰老师反复讲的 恩惟是慈悲 我们丢掉了爱和慈悲 只是在行为方式 情绪 细节上去改造对方 我们常常会要求 你做事要怎么样 你战要是什么样 你力要是什么样 你工作的成功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说话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太多的提出我以为的要求 去约束对方 这个爱被一个个的要求 所极限 所冷却 刚才这位老师提到的 这是我在疾病当中 常常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丈夫回家不跟我说话 就看着手机 要么就玩电脑 要么就沉默不已 多冷漠呀 我内心是火 但是对着一个冰冷的人 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委屈 和绝望 但是在生命密码呈现的时候 一个个家庭在当中发现 不是他冷博 不是他不爱 是他呈现的方式 我们彼此在苛刻 我们彼此在自己的标准 在要求对方 在这个当中 容易做到的事情 只有一个 站在更高的维度 去理清我们生命当中的目标 课程和需要 那我其实在昨天要上课之前 我做了一个统计 在整体医疗这个体系当中 到昨天为止 我们让4896位家庭 因为整体医疗的帮助 我们重新找回了爱 找回了婚姻 让家庭圆满 陈其中有一对 已经离婚了21年 然后家庭又重新附和 其实爱一直在那 不增不解不灭 只是我们怎么让这个爱 让我们感知到 这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课程 我把麦交给刘峰老师 这个话题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面对 假大粉人 就是有第二几年 特别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是关于家庭的 那为什么说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题目 最难的 是这个私随关系 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内涵在里面 我们在这个宇宙中 在翻译空间 我们能够摆受到的 最大的能量 就是爱 那这个爱的特点呢 跟这个情有不同 这个爱的特点呢 就像太阳一样 第一是只付出 不求回报 第二呢 是一分别 那如果你把这个阳光 要放大进去 尽到一点的时候 那这一点 就被烧坏了 所以得词 一个特别简单的结果 一切狭隘的爱 对人都是伤害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其实每个人都体验过这种状态 即便两个人没什么矛盾 爱都死去活来 结果该不是一个人先走了 对另外一个人的伤害 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这个狭隘的爱呢 它就有一个分别 就这个宇宙空间的所有的 我们的内在提升的障碍 和所有的呈现的源头 反导的源头 什么就是分别 所以这个所谓的分别 就是我们的 对于这个能量的一种集结 就是比如说直面 当你直面以后 你产生的就是分别 所以呢 这个呢 当我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生命的功课是什么 在于这个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 这个爱 这狭隘的爱 对人的伤害的时候 选择了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伤害中 慢慢的去觉醒 一次一次的在伤害中 让自己觉醒 但如果让你在这个 婚姻关系建立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建立婚姻关系 实际就是两个人约好了 来学会爱和悲爱 学会对另外一个 自己之外的生命 无条件的感恩接受 原谅包容和付出 因为什么呢 就是爱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 它是在你付出的时候 你没感受到的美好的 也就是当你爱你那个时候 在那个当场 你觉得这个世界 非常的美好 当时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障碍你体验 这种美好的状态 好像什么东西 都可以原谅 这就是你付出爱的 那个当下的境界状态 当你想他会不会同样爱我 你只要起这一面 好感觉 马上就没了 所以这就是爱的本质 因为爱是什么 三维空间感受最大能量 它来源于哪呢 来源于同意源 最高的同意源是慈悲 它是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 它是一切源头 所以在三维空间 爱是一切能量的源头 所以从这个源头上 你获得能量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它跟那个本质具足能量 是相用的 因为本质具足的能量 只有一个能量方向 是合理的 就是付出 所以真正了解这个部分的人 领悟到这部分的人 他会在他同时的生命付出的过程之中 体会这种喜悦 这种喜悦 超越了一个狭尔的爱 狭尔的这种体验了 所以夫妻在一起 就是在学会 对另外一个生命 无条件的感恩 接受原谅和包容 当你两个人都学会了这个以后 在一起把它放大给这个世界 这样的婚姻关系 是有迷信 总之的话呢 这个工程不完成的话呢 那么两个人就得不断的磨练 与此地去完成这个 而且呢 这个功课的特点是什么呢 恰好对方的存在 就是帮助自己完成 自己所不能圆满的内心 所以这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精进的 这么一个能量关系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小故事 虚构的 有两个天使 其中他们俩是好朋友 其中有一个呢 要到人间来修春色心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问 谁过去谁过去 他还说 我们谁得罪你 对不起 他最好对朋友说 那别人对不起 我去吧 他很高兴 他这一高兴呢 对方哭了 他说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别当时 你真的恨了我了 这个人告诉我们 实际上我们身边的 那些让我们产生 这种 经常情绪 情感上冲突的 甚至因而生恨的这些人 实际是我们最好的 这个伙伴 是个一起来 修炼的伙伴 是个陪练的伙伴 如果能这么想的话 就在所有的夫妻关系问题里面 你就没有任何 想改变对方的 你说你一个做皮的人 你在考场上遇到皮了 你不会做 你说老师把这个皮改了 行不行 老师把那皮出错了 那你想改这个皮 那不是你就永远 也不可能提升了 是吧 而且呢 这个皮呢 你的水平高呢 这个皮就难 是吧 你说这皮太难了 你给我换一个简单的题目 有可能啊 就发现你只要想提升的话 你那个题目 你找没做对 下次遇到 还是点 非有人离了婚以后 他第二个婚姻关系 你等到自己没有转变的话 他那一辆没有转变的话 第二个题目他还会出问题 他撕掉这张箭子 下张箭子来了 他在同样的问题上 他有问题 直到他有一次 他发现 哦 这些事情靠谱 我被改变 所以这个世界啊 想改变别人是妄想 啊 一说别人是你投影出来的 啊 你在投影上 你改了 那个像一定会变 但如果你在外向上 想改的话 那你只能把这个外向 那个投影的 这个荧幕给图的 越来越糟糕 啊 就说你像一个 这个投影 投影在墙上 啊 本来是一部很美的画 啊 结果你觉得 你的想法的美 跟这个投影出来的美不一样 你越想改它 啊 你就在这个墙上改吧 荧幕上改 最后你发现改来改去 改的什么都不是了 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内在去传遍 的 对方看好是没进的 所以刚才那个 徐医生讲到了这个 啊 水火这个概念 特别危险 啊 就是说 一个真正两个人 能够共同提升的 时空能量关系 它是一种和谐的能量关系 啊 它是为了做向提升 创造的充分 去比较条件 如果在这个中间 体系里面 啊 你不和谐的话 啊 第一 你会经济在这个层面的能量状态里面 啊 挂了这个能量 你根本提升不了 只有这个能量厂 它是有和谐的状态 它的五行平衡状态 它纵向提升的可能 也就是 充分且必要条件 出现了 啊 所以家庭经营 就是要经营出一种和谐的状态 啊 那这个和谐呢 每个人来的时候呢 恰好都带着自己的偏行能量 啊 那所以呢 对方一定是跟你的偏行能量互补的状态 那如果接纳这种互补 那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平衡状态 如果你不接纳这个互补 你想把那个能量转化成自己习惯的能量状态 那只能产生更大的偏行能量啊 所以就等于你们内在都不接受这种状态 因为每个生命内在是明白的 啊 只是我们执着的外向的时候呢 迷在外向状态里的时候呢 我们都明白 所以老想改变对方 啊 所以这才是本质 啊 当然了 这个 在这个 婚姻关系的三个层次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啊 从生理需要 啊 到了什么呢 情感需要 啊 最后呢 到了生命觉醒的需要 如果你在选择婚姻的时候 你就已经明白了 生命觉醒啊 是本根本的需要 啊 然后呢 其他的两件事情呢 只是一个结缘 然后结缘以后呢 要做的事是化缘 化缘是什么 是把这个缘转化成 共同觉醒的缘 这个时候每个人做的功课 都不是给对方做了 全是给自己做 啊 全是从对方来认知到自己的 功课是什么 啊 它是最好的定位 啊 所以真的明白了这个点 再去建议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话呢 但是在觉悟的状态下 就叫务后其修 啊 这才是所谓的 私人其双修 没有觉悟的时候 啊 那都是盲修瞎恋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呢 不但没有修还报业 啊 因为不但想改变对方 你的执着就越来越执着 那这个世界特别有意思啊 当你想改变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找充分的理由 来证明他不能改变 不需要改变 而改变的是你啊 那大家就在这个循环的这个纠缠里边了 啊 纠缠的一辈子 走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突然累了 啊 或者突然某些事情发生 啊 大家突然明白了 那种事 这种修炼特别有意思啊 一个家庭你会发现 这个男人年纪大了以后啊 他越来越呈现老太太的模样 啊 这个女人呢 年纪大以后 越来越呈现这个老爷子的想呈现 啊 啊 所以这是两个人都在往盯性的团人转发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其实每个人的内在啊 最终去造成一个忠缚的状态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在圆满自己啊 你的偏性能量 会由对方而慢慢慢慢让你转向众服啊 对方的偏性会让你自己慢慢慢慢转向众服啊 这是一个就是真正这个夫妻的这个忠恋的状态 但很难就是在很多人在别层婚姻关系的之前明白 所以一般呢 一开始的关系呢 都从生理需要啊 还有情感需要入手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没有觉悟之前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你是纠结的啊 经常出现很多问题出来啊 但当你觉醒的那一刻 你一面一转 哎 这时候真正的实修 真正的午后起修才能开始啊 这就您刚才提到 关于什么夫妻双修的这个概念 好 谢谢 好的 请两位老师对今天的对话做一个小节 今天呢 我们对话到此刻 讲的都是疾病对于一个家庭的警告 那么大家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的 我们常常有些病人 就会说 我的病就是被丈夫气出来的 我的病是被孩子气出来的 这样的对话 其实我几乎在我的一案当中 每天都在经历 但是我通过对生命的这个观察和探索 其实这个理念 每单是这个时候的时候 就像刘峰老师刚刚讲的 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功课 我们在一开始就总结了 在我们一个家庭团队 在这个生命的里程当中 安排了爱恨情仇 安排了我们的祸负旦夕 也安排了我们疾病 这种安排 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每一个关节点 刚刚说意见 其实既是我们觉醒的时刻 如果我们能充分的发现对方照给我们的镜子 我们在镜子里面能照见关于我是谁 那么我们的成长就会速度快得多 这是第一个总结 第二个总结就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到底要去到哪个方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到很多的家庭 在日常对孩子的交流当时 我都是希望你成名成家 希望我的孩子才艺双新 希望我的孩子在当地有钱有势 这是很多家庭的期待 但是只要在这个维度 是家庭的主要的方向的话 这样的家庭 他意见的考试 就会不断不断的重复 刚刚刘峰老师讲到的 我也特别同意 如果我们把家庭成员 这个团队定位在我们的人生目标 是觉醒 是关到找一夕 找到幸福和快乐 关于爱和慈悲 这样的人生目的 就是关于我们每个谁 都从这去出发和找到归宿的话 那么这个生命历程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人都问我 那么我愿意快乐 但我如何才会快乐 所以我真的特别同意 刘峰老师的 觉醒的生命就是快乐的 因为任何的发生 我都能不以呼吸 不以己悲 这就是疾病给我们生命警告的意义 好 请刘峰老师 谢谢刘峰老师 谢谢西安长 今天的这几个案例 以前会有四个 最后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前面那三个 其实每一个都特别有代表性 而且它能够让我们 从那个疾病给家庭的整体体制 让我们从这个疾病对家庭体制的里边 找到家庭的共同的这个功课和每一个生命的功课 这也是这个整体医学 整合医学和这个智慧医疗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 它不是一个只停留在制定 而是它一个生命唤醒 是一个化缘的 这个一个平台 所以这也是我们跟齐院长在这些废话里面 逐步的会去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这个体系能够收纳所有的道法术器 当然它不是以它收入了多少一点 而在于这个架构能够融合整个人类 针对生命 针对医疗 针对生命觉醒的一个整合体系 这也是我们这种对话的一个最后最终的本质的那个含义 因为学院长他在现实中已经建构了很好的这个基础 而我们有共同的这种理念 理想既然是要整合 那肯定是一个更完整的系统的成现 它把东方智慧 现在科学技术 现在医学和中医系统 道医服医系统 心理学的东西 凡是跟声音有关联的部分 它都能在这种框架下支撑 然后呢 所有的系统在这里面都可以做敬各位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要名字其实的整合医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今天徐美院长通过四个案例的呈现 和刘老师的解读 让我们了解到了疾病对于家庭的警告 通常是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 应该怎样去面对 我看到徐美院长在微信群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偶然存在于天地人运行的必然中 其实个人的能量 亲人的能量 家庭的能量啊 这其中能量关系的发生 发展交集和转化 最初呢 未必是我们全部能够明白或预知的 但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呃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生命 在亲人之间发生能量互动的同频共振中 实现觉醒 好 感谢本期课程 徐美院长和刘峰老师的对话分享 也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 下周日的这个时间呢 智慧医疗的对话还将继续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 然后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对话 刘峰老师的是武当助旋中道长 我们晚上再见 感谢观看